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今天要为您带来一则最新的消息 针对外界关注 台湾实际上已经缺电 台电表示 今年电力供应有些吃紧 但随着通宵等新机组陆续上线 今年明年的备用容量率渴望提升 另外台电也强调 近日因线路设备或外力因素 导致的区域性停电与缺电无关 外界不应把两者做连接 请看以下的影片说明 这有关是不是已经实际有缺电这个议题 我想就说明一下 因为今年来讲从一个气温的影响 一个经济的成长 对用电来讲确实比往年确实是有增加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整个系统的那个被转能量 大概维持200多万千瓦左右 相当于大概有5到6%被转率 但基本上这个被转率有200多万的话 基本上电是够的 没有缺电危机的部分 这东西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外面最近也因为系统的 我们的那个线路设备呢 因为外在因素了 或设备老化部分有发生故障 导致区域的限定电的情形 我想这个跟电够不够是两码子之间 不可以混在一起来谈 我想这个东西应该是很明确的 跟缺不缺电来讲是没有关系 刚刚讲是因为设备老化 外在因素的部分 另外一个有他外界也在谈到一个被转率 他是希望说不要在各位说希望是在两位说的意思 我想这边基本上我想在随着我们的新的机组 我们就陆续完工 就像今年来讲有大零一二号机 还通宵一号机 明年大概还有我们的那个领口三号机 通宵二号机 换以后在这种新的机组陆续上来以后 我们预估明年备用容量可以到15%没问题 备转大家比较关心这一块也可以维持10% 换以后整个来讲 明年电力供应来讲相对是充裕很多 另外一个有关大概就是讲到能源的部分 当然政府已经在电业法经揭露了出来 就是在2025是非核家园 那在这一块我想在台电这部分我们会全力以赴 那我们公司在内部来讲 在做一种再生年规划 包括风力太阳光源和地热 我们大概台电来讲就不予再继续推动 但就外界来讲可能希望一个就是病亡的部分 我们可以继续促成 让建立一个再生年是一个比较友善的环境 让再生年也能够更多的进入系统 以上就是简单说明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